縱火搶劫南投的郵局還砍上一名經理 嫌伴在日月潭被逮捕 立法院徵龍頭寶座民眾黨邀請藍綠候選人溝通 衛福部公布三班互併比 全台醫院要達標還缺七千五百人 全球首例 美國犯下殺人罪的死球執行氮氣死刑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一月二十六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蔡桂林 首先帶來關心的是南投路古鄉的清水郵局 今天上午十點多 遭到歹徒持刀創入嗆劫 還縱火 隨後就開車逃逸 一名郵局的經理是遭到砍傷 而附近有多位老人家因為看到郵局失火 到路邊查看的時候 激緊地用手機拍到了歹徒逃逸的畫面 警方就以這些畫面並且透過監視器來追查 最後是在日月潭逮到人 而這間郵局在二零一八年也曾經發生過搶案 遠景鵝槍實彈包圍這部黑色轎車 確認車上駕駛的身份就是犯下南投路古 清水郵局搶案的黃姓嫌犯 警方在南投日月潭的環潭公路 將嫌犯逮到 隨即送往警局征訊 時間回到早上十點左右 南投路古的清水郵局遭這名黃姓嫌犯闖入 不僅砍傷了當時正在值班的劉姓經理 還潑洒一燃液體 縱火引發雄雄火勢 消防局在接貨通報後趕緊滅火 而這名劉姓經理送醫之後 在頭部和四肢都有受傷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應該是被刀子鎖傷 那有一個比較大的傷口 大概兩公分多 那左邊的肩膀的肌肉也有拉傷 而清水郵局地處偏遠 但一旁的社區活動中心 許多老人家當場莫及拍下 歹徒當時駕著這部黑色的轎車逃逸 沒有懸掛車牌 方案離開現場後 又將車牌掛回 警方除了靠著莫及村民的說法 還沿途調閱監視器 以車牌辨識系統 巡線歹道 七十年次的防線嫌犯 坦承 疑似因為投資失利 然後挺而走險 涉嫌方案 方案的過程中 而最近郵局在二零一八年也曾經有遭到搶案的紀錄 警方研判 嫌犯疑似看準只有一人值班 而且沒有保全 才因此下手 初不了解沒有財務損失 而嫌犯也被一強盜和縱火罪嫌移送法辦 而警方未來會對這種偏遠的郵局加強巡邏 機動編排人力提高健警率 加強防搶勤務 記者林健身 彭煥群 南投報導 勞動部間同步展開北中南三地 春安聯合檢查 結果在三鷹捷運工程被查出違反舊項次 包括墜落 倒塌等防護不足 中區則是到中榮鋼鐵查出了三項缺失 也要求局部停工 南部則是鎖定石化工廠 在東聯化學公司就被發現到了違反十二項次 勞動部長許明春在新北市勞工局長等官員陪同下來到三鷹捷運縣的工地 進行聯合檢查 一行人穿過軌道 最後來到還在施工中的行控中心 爬上樓就發現地面上有東西 緊接著看到旁邊的電梯工地雖有隔板 用中文泰文寫上禁止靠近 人被官員發現裡面有施工架卻沒有安全網 而勞動部次長許傳善與台東市副秘書長張大川 則率隊來突襲檢查中鋼的子公司中榮鋼鐵 來到煉鐵廠二號高爐作業區 現場共發現固定式起重機作業平台 衛設護欄等三項違反公安的缺失 當場開罰 並要求局部停工 南部廠則由勞動部與高雄市政府 聯媒前往林園的石化工廠 來到這處放置危險性物質的地方 勞檢員與官員馬上發現 標示不清楚 石化工廠複雜的管線數不清的製程 不過老檢員雷達般的眼力 還是看到防爆開關少一顆螺絲 必須開罰 本次聯合檢查在三鷹捷運工地共發現違反九項次局部停工五處 在中榮鋼鐵發現違反三項次局部停工一處 在東聯公司有違反十二項次 勞動部表示違反勞基法的部分會除兩萬到一百萬元罰還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的部分每項最高可罰三十萬元 記者綜合報導 立法院將在二月一號選出新任正副院長 國民黨推出韓江沛 民進黨可能會推出郵昌沛 在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民眾黨為有八席立委扮演關鍵手術 黨主席柯文哲表示將邀請藍綠兩黨政府院長候選人和民眾黨團溝通 也下令投票要團進團出 而韓國瑜強調願意親自拜訪尋求合作 有意爭取連任的游錫坤則是強調不會拒絕任何顏色的票 立法院龍頭之爭國民黨力推韓江沛 民進黨傳出江派由昌沛 民眾黨握由八席立委席次扮演關鍵少數 但傳出立委們可能分裂投票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親自督軍 二十六號出席民眾黨黨團會議 針對藍綠就國會改革的態度討論 聽取立委們意見 對於是否堅持投票團進團出 柯文哲下達違者開除黨籍 這種重大投票沒有團進團出 抓到一次就開除黨籍 你的立委資格就沒有了 柯文哲表示將邀請藍綠兩黨政府院長候選人 來民眾黨團溝通或座談 對此韓國瑜在臉書作出回應 表示願意是最大誠意 拜訪在野夥伴 尋求團結合作的契機 江取成則承諾願將副院長一職 禮讓民眾黨提名人選 但韓國瑜沒有選上院長 他就會退出選舉 與韓國瑜同進退 至於爭取院長連任的游錫坤 上節目專訪 強調不會拒絕任何顏色的票 只要黨團推舉他參選 願意去民眾黨團敗票 不過被問到沒有連任 是否辭職 交棒給年輕人 游錫坤不滿主持人的提問 喊話不要以兒傳兒 現場氣氛火爆 那這是你的官方回答 那不是我的問題叫以兒傳兒啊 游錫坤表示 議長退下來當國會議員是通立 針對總統當選人賴清德關切國會事務 游錫坤則說賴清德重申國會自主 交由柯建民處理立法院長選舉 記者黃子杰 張子嘉 台北報導 國防部稍早發布了最新消息 今天下午陸續徵獲個型共機共23架次出海活動 其中13架次逾越海峽中線 進入中北部以及西南空域 配合共艦執行聯合戰備警巡 國軍是嚴密的警戒 而台海局勢在選後是否會更加緊張 美國國防部重申遵守關係法 白宮國安顧問蘇立文 也將在泰國與中國外長王毅會面 預計會觸及台灣議題 中共近期頻繁使用氣球擾台 國防部26號公布徵獲四枚空漂氣球 高度約為一萬五千尺到一萬八千尺 其中一枚空漂氣球距離台中西北方五十一海里 另外也有兩架次的共機進入了西南空域 共建有四艘次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國軍都有嚴密監控應處 先前美軍印太司令示警 台灣大選過後 中國將加大對台的軍事施壓 美國國防部重申將會遵守台灣關係法 國防部也指出台灣面臨的威脅樣態不斷變化 中共以任之戰伴隨軍事動作影響台灣 因此國軍必須要不斷精進公布的方式 避免遭到敵人影響 不過中國國防部二十五號在記者會上 否認這些空漂氣球跟中國軍方有關 但也證實東部戰區近日在台海周邊海空 進行例行性的海空兵力聯合戰備警訊 大選之後台海局勢備受關注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將在二十六號到二十九號訪問泰國 期間也將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會面 這是兩人自去年十一月舊金山敗席會以來首次碰面 會談議題也備受關注 預計將會觸及台灣問題 還有商討鴻海局勢 記者韓英朋友組真理報導 總統當選人賴清德的卸票之旅 今天是來到嘉義 他提及到過去政府縱北清南 現在二十二個縣市要均衡發展 承諾會大力促成台積電落腳嘉義縣 而至於新北市長侯友宜 下午則是出席台北卸跳茶會 強調現在責任就是要做好新北市政 台下高喊總統號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攜手副手蕭美琴與支持者握手致意 臉上掛滿笑容 賴清德展開全台卸票之旅 二十六號出席嘉義感恩便當會 賴清德致辭提及 過去政府縱北清南三十年風水輪流轉 現在二十二個縣市要均衡發展 也承諾會大力促成台積電落腳嘉義縣 嘉義縣長翁張良強調賴清德權上代表國防政策 跟無人機的發展不會做政黨輪替產生變數 無人機業者可以放心繼續向前衝 針對緊鄰的嘉義士賴清德強調 不會因為市長是國民黨籍就跳過 未來部分黨派全力支持建設計畫 賴清德也回到臺南本命區 參香祈福 受到熱烈歡迎 感謝臺南鄉親支持 至於阻隔的進度 傳出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被點名是隔魁人選 林佳龍透露 兩人就新政局交換意見 但沒有談到人事安排 所以我相信人事的安排 新當選的總統一定會依照憲法 來組成一個這個最好的執政團隊 新北市長侯友宜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下午來到臺北卸票茶會 侯友宜感謝民眾支持 談到總統敗選 考不好是學生的問題 現在的責任就是做好新北市政 選舉那一頁翻過去了 心情要整理好 心情要整理好 怎麼問你好不好 你現在說好 過年老公說不好就慘了 怎麼問你好不好 我們沒有辦法把所有在野的力量 團結在一起 這是很可惜的 這是我們未來最重要的課題 目標 因為不改革就會被淘汰 記者黃子傑 張敏茹 台北報導 台北市警方破獲國內第一起假調解真片房的詐騙案 一名十年前就因為詐欺被通緝的翁信主嫌 逃亡過程當中還多次騙取被害人身份證 銀本 偽造商業本票 借款契約等等 和共犯分別冒充被害人 還有債權人去申請調解 再以房屋土地抵債作為和解條件 拿到調解書到地震事務所 再將被害人的房產給過戶走 初步清查有六人受害 不法獲利數千萬 原警偽裝成外送員跟工人等翁信嫌犯一出現 立刻上前包圍 翁信嫌犯民國一百零二年 就因詐欺遭雙北等地檢署發布通緝 沒想到十多年的逃亡過程 他竟還夥同其他共犯行片 初步清查已有六人受害 不法獲利數千萬元 翁信嫌犯被害人的商業本票 借據等等 翁信嫌犯被害人的商業本票 借款契約等資料後 會找共犯分別冒充被害人跟債權人 假裝有財務糾紛到調解委員會 調解時雙方假意談好 以房地抵債來和解 再拿核定過的調解書 到地震事務所將被害人名下房地過戶走 拿去抵押借款 翁信主賢蹲在地上警方獲報後 今數個月調查搜證抓到翁信主賢並居提共犯道案 地震事表示調解書具法律效力 因加強地區調解委員會的身份查驗程序 滿桌調解書 偽造硬件等作案工具 警方扣押犯嫌名下不動產 更起初偽造的被害人商業本票 面額總計達上億元 全案將以涉嫌加重詐欺 偽造有價證券及偽造文書等罪嫌 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 記者陳懷孟昭全臺北高雄報導 長榮航空機師醞釀罷工 預告警戒區域分別是農曆春節期間 和清明廉價前後 有不少旅客開始在詢問退票或改票 旅遊業者表示散客機票退票 仍就需要手續費 至於使用到長榮航空的團旅客 也因為還沒有正式罷工 所以團費還無法退 交通部則是預估 如果長榮機師在春節期間罷工 每天將會影響到1.5萬人次的旅客 交通部雖然協助雙方持續溝通 但目前勞資雙方態度都比較強硬 想要達成共識的過程會比較辛苦 受機師醞釀罷工影響 一早長榮航空票務櫃台 就有旅客前來改票 原本年後才要飛美國 擔心遇上罷工決定提前啟程 我就是來改票的 就是想說安全嘛 不要到時候在那邊一直等七上八下的 對普遍一般旅客來講都會擔心這個問題 顧慮是因為他們家的時段比較好 對所以還是沒有辦法 交通部以長榮航班數比對投票贊成罷工的機師人數推算 若罷工發生在春節期間 每天約有一萬五千名旅客會受影響 將部持續協助勞資溝通 希望不要走到罷工這一步 但目前為止還未看到雙方共識拉近 旅遊業者表示依照長榮航空規範 散客退票虛收手續費 除非罷工開始後受到影響的航班才可以全額退費或免費改票 另外若是使用長榮航班的團客 也因目前還不知道航班是否被影響 也還無法退費 屆時團客航班若因罷工影響 機票可全退 團費則是扣除必要規費後返還 對於消息會和旅行工會都呼籲政府 因立法規範罷工預告期 勞工部長許明春回應 臺灣罷工規範比國外嚴格 若在家預告期將對勞工爭議權的行使 構成傷害 呼籲常勞資各退一步 回歸爭議點溝通 記者蕭林間台報導 衛福部公告最新各級醫院三班互病比 在三月起上路 以醫師中心為例的話 過去全日平均互病比是一比九 現在白班則改為一比六 不過衛福部也直言 目前依照新標準 護理人力缺口還有七千五百名 新制上路之後會是執行狀況 再來做調整 不過民間團體認為 地區醫院互病比仍舊偏高 負擔沉重 恐怕無法支柱人力流失 疫情後護理人員爆發離職潮 讓第一線護理人員負荷 越來越沉重 衛福部公告新規定 調整各級醫院三班互病比標準 其中醫學中心為白班一比六 小葉一比九 大葉是一比十一 而在區域醫院 白班一比七 小葉一比十一 大葉則是一比十三 新制度三月一日起實施 並且將編列四十億作為夜班護理人員獎勵 以這三萬負病比下去的話 事實上是醫學中心缺口會是最大 尤其是在小葉大葉班的人力的缺口會是最大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各個不同層級的醫院 衛福部表示 新制會先用鼓勵方式讓達表醫院獲得獎勵 而輪恩夜班者平均每個月可領六千多到兩萬多元的獎金 從一月開始發放 不過若以此新制推估 護理人力缺口仍還有七千五百人 而民間團體認為 地區醫院的護病比標準還是偏高 會造成地區醫院相對獎勵低 工作卻吃重 人才可能往醫學中心流動 醫學中心流動 那當然我們就應該要在這個入法的時程上可能要有所一個考慮 醫界認為若後續實際執行發現大部分醫藥院所無法達標 還是要回歸到人才回流與留任的根本問題 另外針對衛福部編列預算獎勵業班護理人員 醫界也建議應該對於所有班別的護理人員一事同仁獎勵 高雄有一對夫妻製造販賣二級毒品獲利四百多萬 被警方查獲時住處又被搜出超過九千兩百萬的不明現金 除了犯罪所的被沒收 法院更依新制的規定 擴大沒收這九千多萬 基金妻子不服申請釋憲 主張侵害財產權 禁止肅急溢亡等原則 不過憲法法庭監視判決核顯 買來大量感冒藥 不適生病得吃藥 高雄一名基金妮子和丈夫 把藥品提煉成二級毒品兜售 遭到判刑定業 沒收犯罪所得四百萬元外 家中被搜出的九千多萬 不明現金也被依新制擴大沒收 讓基金妮子申請釋憲 主張警方查獲當下 刑法未上路不能肅急既往 這項販毒擴大力得沒收行制 更侵害財產權等保障 但憲法法庭二十六號判決核顯 毒販涉及製造販售 不僅犯罪所得 歸國庫行制更明定 要是行為人其他財務 也是用其他違法行為取得 就算跟涉案情結無關 仍可擴大沒收 憲法法庭指出 行制追求公共利益 採取的手段與目的有合理 關聯性符合比例原則 更有導正財產秩序效果 況且這項制度不算刑罰範疇 未涉及罪行法定 無罪推定等原則 過去不排除法院警評行為 沒人無法交代現金來源後 就直接擴大沒收 因此憲法法庭也條列 多項指標要法院認定 犯罪所得以外財務必須有 高度可能性與其他違法行為有關 但申請人律師就質疑 不透過修法 各省及法院未必會執行 記者 陳冠希 陳霓峰 台北報導 外界質疑新竹棒球場改善工程延宕 新竹市長高宏安間 親上火線召開記者會 指出施工廠商沒有按照設計圖建造 導致排水不加外 球場的附土也不符規定 有多次要求廠商進場來移除 卻長達三個月沒有動靜 因此對廠商祭出了最後通牒 五天之內再不進場施工 不排除球場 而承包商居家營造則是回應 工作內容都有依照合約 以及法律規範進行 面對各界質疑 新竹棒球場改善工程延宕 新竹市長高宏安 與新任的公務處長陳明珍 二十六號親自召開記者會說明 指示廠商為按照設計圖建造 導致排水不加外 球場的附土也不符規定 在三十公分的狀況下 在原設計是符合結構安全 問題是現場施工 被我們發現它是打到六十五公分 我們的公務要求至少就接近十次 新竹市府指出附土超過再重係數 恐怕影響地下停車場安全 因此曾多次要求廠商進場移除 但卻沒有動作 廠商的施工計畫書 也因多數錯誤屢遭退回 高宏安批評廠商是惡意延宕 並祭出最後通牒 表示不排除終止契約 廠商有這樣子的惡意拖延的情況 我們市府絕對不會容忍也不會放鬆 如果在五日內沒有移除 市府將接管來進行相關移除的工程 並且求廠 聚家沒有能力或是不願意好少來改善 求廠我們認為同意應該來 對於市府說法 承包商聚佳營造董事長 詹朱懷對平面媒體表示 公司都是依照市府指示進行工程 工作內容一切依照契約及法律規範進行 強調即使備受壓力 還是會秉持工程專業持續努力 綜合報導 日本南丹半島在元旦發生強震 臺灣開放震災專戶接受民眾的愛心捐款 兩個星期的時間 就總計收到了五億四千多萬 超過二十五億日元的善款 引發和日本熱烈討論 在臺石川憲明就特地表達感謝 國交部長吳釗憲表示 臺日有深厚情誼 需要的時候一定為對方聽聲而出 特地用臺語表達感謝 日本能登半島元旦發生強震 臺灣立即伸出援手 衛福部開放震災專戶 從一月五號起到十九號為止 接受民眾的愛心捐款 兩週接獲了捐款十三萬多筆 共五億四千一百五十八萬多元 也超過了二十五億日元的善款 引起了日本當地熱烈討論 在臺的石川憲明也相當感動 日本內閣官方長官林方正在二十三號的記者會上 也對臺灣捐款表達感謝 表示日本跟臺灣過去在應對天災跟疫情方面相互支持 這也是臺灣跟日本友誼的證明 根據日媒報導 臺灣的捐款甚至比目前日本雅虎統計的日本民間捐款還要多 根據共同社最新統計 能登地震受損的住宅現階段超過了四萬棟 還有兩百三十三人喪生 加上近期日本寒流大雪 也讓災區的處境更加嚴峻 而日本也是國人出國旅遊最熱門的地點 日本政府將在二月份派入境檢察員進駐桃園機場 到時候飛往北海道東北地區等十處特定機場的旅客 可以先透過預先通關的方式提前完成入境審查 飛抵目的地之後就能夠快速通關 預計可以節省一到兩小時 到日本旅遊更便利了 二月日本政府將派入境檢察員進駐桃園機場 對飛往北海道以及東北地區等十處特定機場的旅客 實施預先通關入境審查 飛抵目的地只需要再次確認身份 蓋章後就可以快速通關 至少可省下半小時時間 預期將吸引更多旅客到日本玩 一應春節連續蘇運假期高峰 臺日合作機場預先通關入境確認 時間從二月一號到二十九號 桃園機場公司表示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九年 就曾經合作過 在去年重啟獲得臺灣旅客熱烈歡迎 今年擴大辦理 除了延長時間一個月之外 同時也增加了航班 包含了華航 星宇跟臺灣武航 總共十二個航班參與 日本人的海關的部分 對外國人是比較少的 通常是對本國人比較容易進出 那所以有時候可以省到一兩個小時以上 不一定 看機場 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統計 去年臺灣赴日民眾高達四百二十 十點二萬人次 僅次於南韓 但臺灣旅客同年的消費金額高達七千七百八十六億日元 約新臺幣一千六百九十三億元 居全球旅客之冠 目前先以這十個機場作為示範對象 為期一個月 若成效良好 未來不排除延長期限 並擴大適用機場名單 讓臺灣旅客赴日更加方便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 再要看到這一隻特別的警犬 他是國內第一隻電子產品偵測犬 Wafer 由美國非營利組織捐贈 竟然首次對外亮相 從去年八月來臺之後 已經投入三次重大刑案搜索 在犯罪現場主要是徵搜數位證據 因為他是可以秀聞到這個電子產品的化學塗料 像是筆電 手機 甚至是冷錢包都可以聞得到 而每次工作前 絕對不進食 來保持專心 讓嗅覺敏銳 而這一類的警犬目前在亞洲地區的話 只有在臺灣 泰國還有馬來西亞 警力強力壓制 尚靠男子坐在地 一旁警犬出動 東文西秀找證據 有反應 有保平板拿出來 犯罪現場搜索 查到平板電腦 國內迎來第一隻電子產品偵測犬 這隻拉布拉多Wafer 專門徵搜數位證據 二十六號在臺首次亮相 Wafer 去年八月才跨海來臺灣 由美國非營利組織捐贈 半年多來 已經投入三次重大行安所索 上工前不能進食 保持敏銳嗅覺 透過秀文化學塗料三本機氧化鈴 在犯罪現場找出潛藏的關鍵3C證據 兩歲的Wafer只聽英文指令 至少能工作五年 最久就八年 但這類警犬亞洲很稀少 除了臺灣外 只有泰國與馬來西亞 能否自主培訓 警方表示如果有這類警犬需求 美國會朝與美方接洽爭 爭取下波捐贈 記者 陳光勛 陳立峰 臺北報導 美國阿拉巴馬州 在二十五號執行全球首例 氮氣死刑 犯下殺人罪的死刑犯 史密斯在灌入氮氣半小時左右 伏法 不過由於這種方式是沒有經過測試 可能會導致酷刑 因而受到各界批評 聯合國也曾經呼籲美國停止行刑 美國阿拉巴馬州二十五號執行全球首例氮氣死刑 在一九八八年受僱殺害一名女性的死刑犯史密斯 已在當地時間晚上八點二十五分伏法 對此受害者家屬感嘆 正義終於被聲張 阿拉巴馬州本來在二零二二年 就要對史密斯執行注射死刑 卻因找不到適合的注射點 最後暫停行刑 這次史密斯則是在交代完一宴後 於家人和媒體面前咽下最後一口氣 史密斯的律師直到最後一刻還在向法院申請暫停行刑 卻遭到拒絕 儘管行刑是經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同意 但以灌入氮氣導致缺氧死亡的死刑方式 過去並未經過測試 有可能為受刑人帶來巨大痛苦 因此招來許多批評 在史密斯扶法前聯合國曾呼籲美國停止計劃 避免導致酷刑 進而違反國際人權法 目前全美只有三個州批准氮氣死刑 但除了阿拉巴馬州 其他兩個州都沒有實際執行過 公視新聞兩頁編譯 法國是歐盟最大的農業國 但是部分農民不滿 馬克宏政府承諾跳票 多次調漲電價 眼看又要取消燃料補貼 因此引爆他們的怒火 連續好幾個星期 發動拖拉機車隊封路抗議 農民揚言 如果政府再不提出農改方案 將用拖拉機封鎖首都巴黎重要的道路 交通尖峰時段 法國農民的拖拉機車隊 堵在公路兩旁 一卡車的廢棄蔬菜 木箱跟廢輪胎 全部倒在熱鬧的火車站前 還有些農民甚至搬出水表來抗議 表示不想再支付水費來灌溉農作物 法國農民怒火延燒 最近幾個星期 持續發動激烈抗爭 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指控政府對農民的稅制反重 境外低價進口的農產品壓縮獲利 要求政府對自由貿易政策 採取緊急行動 這也是法國史上最年輕總理 三十四歲的阿塔爾上任後 面臨的重大挑戰 二零二二年二月 二五戰爭爆發 馬克宏政府 曾在同年九月保證二零二三年 全年電價漲幅會限制 在百分之十五之後 不但多次調漲電價 漲幅甚至高到百分之三十一 在未來幾年 電價可能還會再漲 對許多農民來說 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政府決定在二零三零年 逐步取消柴油的稅收減免 歐洲議會選舉今年將登場 歐洲多國農民人番上陣 波蘭農民二十四號也發動抗議 封鎖了一百六十條公路 同樣抗議來自烏克蘭等國 不受管制的農產品進口 並要求修改共同農業政策 法國是歐盟最大的農業國 根據多份民調顯示 百分之九十四的受訪法國民眾 贊成應該禁止進口 沒有遵守法國規範的外國農產品 讓法國本地農民 有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這批法國農民的拖拉機車隊 已逼近首都巴黎 並揚言若政府不回應改革訴求 將包圍巴黎重要道路 甚至一路抗爭到二月的農業展 公視新聞沈陸佩編譯 受到中國競爭影響 二零二三年的第四季財報顯示 美國電動車商特斯拉銷售量 不敵中國電動車大廠比亞迪 讓特斯拉的股價 在當地時間二十五號收盤的時候 是大跌了百分之十二 市值蒸發了七百三十億美元 而對於特斯拉電動車 在日本銷售量增長緩慢 就引發了執行長馬斯克不滿 認為日本人對於電動車認知不足 美國二零二三的Q四財報季登場 美國電動車商特斯拉二十四號公布 Q四財報顯示單機銷售量達到四十八點四萬 輛卻不敵中國電動車大廠 比亞迪的五十二點六萬輛 明顯受到中國競爭影響 這也讓特斯拉的股價在當地二十五號收盤時 大跌百分之十二 市值蒸發了七百三十億美元 約臺幣兩兆兩千八百多億元 創下了過去一年多來的最大跌幅 特斯拉Q四的汽車業務收入是兩百一十六億美元 雖然持續增長 但是面對中國的競爭 讓特斯拉在歐洲 中國等主要市場以降價來競爭影響利潤 加上電動皮卡量產的成本問題 更堅持研發新車的研發費用提高 也讓盈利成長放緩 年成長比只有約百分之一 盈利跟獲利都跟Q三一樣 沒有達到市場預期 預計也將讓二零二四年的汽車 銷售增長率相較於二零二三年來說 銘行減少 特斯拉在二零二三年交付了一百八十萬輛汽車 比起二零二二年成長百分之三十八 但並沒有達到目標的百分之五十 另外品牌在日本市場銷售增長緩慢 無法跟老牌車商賓士B&W相比 也讓馬斯克不滿 認為是日本人對電動車的認知不足 日本岡山企業分析師陳賴箴也認為 這也跟日本建設電動車充電設施緩慢 大多數的消費者不清楚電動車的好處有關 各位新聞陳盛編譯 在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 大寶森節從一個印度南方的地區性信仰 發展成馬來西亞的全國慶典 不少華人都熱衷參與 而這個節日也是馬來西亞向世界表達 宗教信仰自由 而且文化融合的重要象征 來看公視國際記者劉燕山 來自馬來西亞冰城的報導 信仰用力地砸椰子希望淨化身心破除霉韵 在另一邊信仰的身體扎滿鐵針鐵鉤 身上背負著稱作卡瓦迪的巨大家鎖 信仰事前遵守各種條規 像是如數40到48天 以肉身受苦的方式 向上帝許願或還願 大寶森節是當年人所慶祝的一個印度教節日 這是為了紀念戰神 不更生日年 印證一種將戰神結合 根據馬來西亞2020年人口普查報告 信仰信都教的人只占全國人口6.1% 也就是200萬人左右 可是各地的大寶森節 每年都個別湧入百萬人參與 除了遊客當地還有許多華人也會共襄盛舉 他們和印度人擁有不同信仰卻已經在大寶森節不失超過20年 今年冰城首次迎來 經營省年一同出遊 歡慶大寶森節的同時 卻傳出地方政府禁止遊行過程中的56個商家 半售酒精飲料 該決定引發不少爭議 最後緊急撤銷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國家 大家生活在一起難免會以自己的習俗去理解對方的信仰 但相互瞭解並促進溝通就能解開許多誤會 公視國際記者劉苑山馬來西亞冰城報導 臺經院今天公布一月國內總體經濟預測調查報告 受到新興科技商機活絡 供應鏈逐步的庫存化去化 去未來呢 半年的景氣會逐步轉好 而國發會也公布 去年十二月景氣燈號 連續兩個月亮出黃藍燈 顯示國內景氣渴望持續復俗 展望今年經濟成長受到了消費和投資支撐 外需表現回溫 臺經院預估國內的經濟成長率 將會維持在百分之三點一五 外銷表現渴望轉好 不過呢 國發會也提醒美中角力 以哈的衝突 以及鴻海危機等地緣政治風險 也將會影響全球經濟貿易 各界關注的半導體產業 預計最快下半年才會全面復俗 現有個人或是事業捐款給公立學校 可以任列百分之百所得稅扣除額 私校卻非如此 長期是引發了私校的不滿 私立科大校院協進會 今天在大學校長會議提案 希望修法比照公立大學 部長潘文忠表示 經過行政院協調 原則上是有共識 未來透過新學基金會 捐款給私校 可以百分之百任列 希望獲得新國會支持 今年來的大學校長會議 私立科大校院協進會幾乎都提案 希望個人與事業捐款能比照公立大學 任列百分之百所得稅扣除額 今年也沒例外 個人或事業捐款給私校 僅任列百分之七十 與百分之三十五的扣除額 難以提高大額捐款 又因教育部過往 皆已不符所得稅法帶過 不過這次教育部長潘文忠主動表示 經行政院協調原則上有明確共識 回到私校法處理 現行私校法規定 個人透過新學基金會 對私校捐贈 可有百分之五十列舉扣除額 營利事業有百分之二十五 可列費用或損失 若修法順利能有百分之百 任列扣除額 因為新型基金會的董事裡面 有政府機關代表 有財政部的 有交易部的 還有四個協進會 還有私校團體代表 我想他是一個可以協助各大學 來做一些在捐贈財務的一個 強化上的發揮這樣的機制 希望能夠在今年的二月的 新國會的第一個會期 我們一起來努力 這個是不是我們就做 以上的財政 謝謝 爭取多年中有重大進展 私校校長抱以熱烈掌聲 潘文中期待獲得新國會支持 但透過新學基金會捐款 程序如何簡化 捐贈財務如何強化 將與私校聯盟 新學基金會討論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中報導 教育部統計一百一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有三十九所大學實施心理假 第二學期又四所跟進 部長庭文中則表示各校對心理假有相當共識 教育部尊重大學自主 不過已經整理實施指引 近期將會提供給大學參考 大學生心情差 情緒困擾 不想去上學 越來越多大學實施三天或五天的心理假 教育部統計一百一十二學年第一學期已有三十九校實施 二月第二學期再有四校跟進 大學心理假自一百一十一學年起由中山大學率先實施後進展速度快 教育部長潘文中說各校反應顯示對心理假有共識 教育部將定實施指引給各大學參考 中央大學已經實施心理假 校長周景陽坦言 幾天的心理假其實幫助不大 畢竟學生若無心無力上學會直接缺課 不過心理假仍有推廣必要 心理假讓學生知道學校關心重視學生 有困擾時找諮商失療不會怪 但周景陽也說心理比生理問題更複雜難救 必須從小教學生有膽識更豁達 讓心理更健康 記者林曉慧沈志明台中報導 台中大旅區的京城公園市府設置了三人旋轉郵具 不過有民眾目擊 小朋友使用的時候是整個人騰空 看起來像是雲霄飛車 一不小心就可能整個人被甩背 家長就質疑這郵具的安全有疑慮 市府則表示郵具是經過安全認證 不過會研議加強警示還有防護 民眾拍下公園裡的小孩坐在這個郵具 另外一名孩童在下方拉著 沒想到速度越來越快 兩個孩子都被帶離地面 雙腳騰空旋轉快要被拋飛 台中有民眾目擊 孩子玩這項郵具的過程 直說實在很危險 他們都玩得很高 拋得很高 我聽他們這些大哥說 有小孩子摔摔到那個水泥地 真的 我上次也被撞到 他們可能還不太會掌控這個東西 所以可能沒有握緊的話 如果太快的話可能會飛出去 這項叫做三人旋轉的設施 就位在台中市大理區的金城公園 去年才剛啟用 不少孩子覺得新奇 看到都想嘗試 但只有一條鋼鎖 下方有個座椅 不少家長憂心 小朋友如果手沒抓好 可能會被甩飛 周圍的大人或其他民眾 也可能因此受傷 我們之後會請同仁 就是多加來巡查 因為它是正常的 但是安全的 不會停用 負責管理的公所表示 郵具本身沒有問題 也緊急加了警示 要求使用者要遵守規範 並加強桌邊防護 針對這個監距的部分 這次我們也會來研議評估說 增設那個現場相關的警示 來達到那個 讓現場公園使用 民眾有一個市井的目的 市府表示 目前在台中市有三處公園 有這項設施 目前不會將設施停用 除了會研議擴大安全距離 也提醒使用者和家長 要遵守相關規定 才能避免意外 記者林建生 彭煥群 台中報導 台北市首創建物實價履歷 將北市將近二十六萬筆房地買賣 實價登陸資訊 整合出超過四萬棟的建物實價履歷 有別以往實價登陸查詢網 必須要一筆一筆去查詢物件 這個呢 是以洞為單位來歸納建物 整合包括了房價統計 實價案例等等四大訊息 希望能夠促進房市的透明 找房查詐 眼花撩亂 又費時費力嗎 點進網頁 台北地震找房雜平臺 北市府進化推出建物實價履歷 將北市近二十六萬筆房地買賣 實價登陸資訊 整合出超過四萬棟的建物實價履歷 民眾動動手指滑地圖 就能查詢 房仲業者也認為不動產交易往往是民眾 一生之中最大的一筆交易 但因為交易經驗少 加上相對牽涉的資訊複雜 很多時候糾紛就因此而生 單位願意提供一個相對比較完整 迅速正確的平臺 讓民眾來去做查詢 其實是對於交易安全有很大的幫助 有比於以往實價登陸 查詢網須一筆一筆 查詢物件 台北地震找房家 移動為單位 歸納建物 整合包括房價統計實價案例 周邊設施基本資料等四大資訊 都能掌握 可能各家房仲業者都有自己的資訊 但是我台北市呢 就是全部在台北市整個 整體的不動產 實價登陸的交易的資訊 都會在我這個平臺當中 那我們對外揭示的部分 會更有公信力 更具正確性 協助民眾更有效率地找到 所需交易資訊 希望能促進房市透明 也降低不動產業者 害民眾因為資訊不對稱 所帶來的交易風險 保障消費者權益 記者會漫漫全部遇 太不動 根本上來講還是持續受到 東北風的影響 因此在英封面的金融北海岸 東半部地區跟恆春半島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短暈出現 那另外就是說 在禮拜六晚上到禮拜天清晨的時候 是會有一股華南水氣通過 所以在北部地區各地山區 以及外島的金門跟馬祖 也是會有一些零星飄雨的機會 不過到了禮拜天白天的時候 水氣又會再減少了 只剩下在英封面地區 以及山區的部分 可能還是會一些局部的降雨出現 那特別提醒就是說 在夜晚清晨的時候 還是會比較偏冷一點點 那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大概就是在 11到13度左右 那在花東地區的話 只是在15到17度 而且在禮拜天的時候 會有一小股的冷高藥會南下 所以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可能會再轉涼一點點 所以總結來說 在整個週末的天氣上來講 在北部跟東半部 都還是比較偏適量的一個情形 那他提醒大家 還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那在中南部地區的話 則是維持勤道多元的天氣 那可能要留意一下 溫度上的變化 並且適時的調整穿著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相署提供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西隆 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縣市是12到16度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是11到21度 嘉義縣市 台南 高雄 平東是11到25度 宜蘭 花蓮 台東是13到23度 澎湖 金門蓮江是9度到18度 米的空氣如何呢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竹苗 中部是普通 雲嘉南和高屏是敏感等級 宜蘭和澎湖是普通 花東是良好 馬祖是不良 金門是敏感 以上就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一同時間 我們再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